來 第二關 好 第二關來囉 我們第二關要考驗的是 第二關 變真假 這一關有兩個寶物登場 但只有一個是真的 來賓跟觀眾朋友一起猜猜看 到底哪一件是真品呢 就是我們準備了兩顆鑽石 但是卻很心機的這裡面 只有一顆是真 這算什麼就是有心機 變真假 當然是一真一假 對啊 因為 就哪有心機可言 就是變成這個落差會多大呢 可能一顆就是堡壘 一顆就是真的是非常大 戴薇 剛才我就跟您提示了 變真假 它不是變你的知識 也不是變你的智商 這跟你變人性一樣 這很難耶 我跟你講 有一個人是真心的 有一個人是假意你 你懂嗎 那真心跟假意你必須要辨別 所以你要找很多的訊息 是 參考資料 所以你就可以提問題了 你看我讓觀眾看一下 你看兩顆擺在一塊的時候 沒關係 它這樣子可能照不到 這樣照得到 你看 我們這樣剛看 近距離看 觀眾這樣看 真是看不出來 所以丹姐 你如果近距離看的時候 你有沒有什麼覺得疑惑 疑惑之處想要聞 比如大小 這兩顆的大小 我們先從大小來忘了 這兩顆大概都多大 它差不多是不是 這兩顆 這兩顆都是兩顆拉半左右 差不多 都是2.5 那我現在教你好不好 我們要辨識人真還是假 首先就是怎麼樣 然後提出一些問題 而且這個人絕對不會亂講 亂講露餡 比如說這個當初買多少錢 對 對不對 然後秦老闆 你覺得這個當初買多少錢 你覺得這個當初買多少錢 對 你買多少錢 他就胡說八道 我一聽 這個人肯定是來混的 我跟你講 教你這個辦法 OK 好不好 那你倒數啊 這個多少錢 別問我 問他 好不好 問他 他比較老實 好吧 廖老師 你們覺得這個值多少錢 你覺得這個多少錢 他旁邊還有箱 我跟你講 他如果要騙你的話 那兩顆都賣一樣的錢 對不對 那你就要看說 好 暫時有4C對不對 第一個就是顏色 第二個大小 第三個的話是 它的折色率 切割比例 它的折色率是什麼東西 那你看出來 它們兩個的折色 一個如果是 有一種叫單折色 有一種叫 你可以用 借用工具去看一下 三 雙折色 來 我現在教你 我現在教你 你看 我跟妳講 你把這個鏡子 放在眼前 然後調整這個 直到你看到為止好不好 來 吃吃看 因為鑽石 它可能 譬如說當初有在賣的模型鑽 它就長得很像鑽石 折色率都很高 因為透過折色率來看 甚至於你拿到 室外的陽光下 陽光下會有紫外線 是 那紫外線一看的話 可能就會 鑽石的顏色反映出來 就會有不一樣的 一個反射力 你看丹威姐看得那麼仔細 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看出 兩者的差異呢 有 有耶 怎麼說呢 真的有耶 你是說它折射出來的效果 不一樣 還是 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我看看 再看一次 反正一針一講 是不會錯的 我跟你講 我剛剛在看前老闆 在教的時候 就知道丹姐是一個 很勤奮的學生 我們剛剛前面說了 你看他自己在做這個琉璃 當這個藝術家也好 他還去上課的 丹姐我問一下 你邊看邊跟我們說 最近是不是才拿到學位 對啊...我剛剛才拿到了 我們藝術系的碩士學位 你看看 好可愛喔 是 我們看這個照片 這個是你達到學位那一天 是不是 這是哪一個大學 台藝大 漂亮 我花了三年的時間 我告訴你 我寫論文有技巧 寫論文一定要... 首先找題目 是 第二 寫大綱 是 第三 就每天拿著手機 每天錄 把自己想的東西 就把它錄下來 比如說第一章 第一節 你要講什麼 一直錄 錄完以後再把它變成文字 然後全部寫完以後 再整理 這樣的話 大概三到六個月就可以寫完 這樣子啊 原來是有方法的 有方法的 我要找常遇 我要找他 對不對 他為什麼不早介紹 你給我認識 這樣我都可以少了 一年的時間 半年就寫完了嘛 就有效率了對不對 對嘛 我偷講一句話 你別告訴他 常遇 喜歡我很久了 好 所以他 不願意簽這個線 是不是 我們也沒說的 我們也沒說 我們也沒說的 年姐 年姐要搭哪 不要亂講 我看 我說真的 剛剛我看 請老闆在教您看的時候 您好像真的看出 一些什麼東西 鑽石 鑽石它的硬度 是快要到十 所以它很硬 所以它的 冷角 反射裡面你的冷角 都很銳利 很銳利 如果有一點點 就是好像帶點模糊 那個鑽石就不可能是真的 沒錯 所以看老書 只要 它的折射也沒有這麼多 別看折射 別看折射 它這裡面的 它這裡面的那個 方方角角 你要去看那些零線 零線 對 那些零線 不夠多 有風箏面的零線 有三角面的零線 你看 零線很清楚的 對 那必然是真的 對 你看今天請老闆 真的就是大教學 大放送 太好了 太好了 所以我們學決定了 到底是 來 我們先把它歸位 A跟B先歸位一下 這個是 B 這個是 A 你覺得 今天這件事情 節目上完了以後 就要去跟秦老師上課 這個 你看哪一個才是真的呢 你看我手放哪 B 你覺得是B 好 B是真還是假 當然是真喔 B是真 A是假 對 你確定嗎 我確定 看一下我的臉色 看不出來啊 好不好 OK 來 我們來 宣佈答案好不好 我打你喔 你打我沒有用啊 你講錯你就打你喔 他打得準時啊 來喔 選項 選項 答案是B B 是真賺 天才 到底多少錢 天才 我們把這兩個 拿到顯微鏡下面看 我們先看這個A好不好 然後再看B好不好 先看假的 有多假的 其實他真的也不假 他看起來還是很像 但是其實我們剛剛有講一個重點 就是他裡面的那個 棱線 很多很多很多 非常清楚 所以這顆真賺多少錢 大概 假賺大概一千塊 一千塊 真的以假亂真耶 來 先看這個假的 你看這個棱線不清楚有沒有 有沒有 還帶一點模糊 這就不對了 來 我們看那個 來看真的 真的 你看 多清楚 對不對 跟玻璃刀割出來的一樣 是 其實學問並不大 但是我們買東西 常常如果買錯 後悔終身 沒錯 那看人要看錯的話呢 那 那恨不得跳樓 所以你看喔 遠遠看都能以假亂真 對 真的 行家看才能看出端倪 所以這個段子讓我們知道說 其實你去了解 去探聽 你就可以分析出來 什麼是真 什麼是假 其實我有個故事 在這邊說一下 我剛剛有列為 在下面有聊天的時候 我母親有一對鑽石耳環 就是一顆拉一顆拉 多一點 那母親過世了 過世以後就想說 把這個耳環拿去 重新整修一下 結果拿去以後 人家講 告訴我說 周小姐妳這在哪裡買的 我說我不知道在哪裡買 這是我媽媽留下來的 假的 你知道嗎 那個大概是我媽媽 她差不多六十幾歲 七十歲的時候買的 天啊 居然會有這樣子 沒有良心的店家耶 商家 沒有良心的人很多 這我們要辯認真講 這我們人生裡面是一個重點 沒錯 所以恭喜丹姐 兩關三千元了 這個部分我還可以來補充一下 因為現在市場裡面 有很多的CVD鑽 就是人工培育的鑽石 很多的店家 他們拿到工廠裡面去做香工 因為設計好了之後 要香工 就是香工很多的物件 都跑到香港跟內地去 這些工廠全部都用CVD鑽 非常的多 所以價格就很便宜啦 大概我們市場裡面的 三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的價格 可是看起來都長得一模一樣 是不是就像什麼蘇聯鑽 又不一樣 又不一樣 新鯉鑽石 新鯉鑽石是養出來 在實驗室養出來 就像我們台積電的那個 那個矽晶一樣 它要看的話 你抱歉 你必須要用特殊的儀器 特殊 那儀器很貴 不過你放心 你只要是 到一個正規的珠寶店去買 它不至於騙 就是到那個價格多少 它就賣你多少 我知道了啦 下次去買鑽石之後 帶一個這個東西 那這個就沒有用 看不懂的 我們看得到的題目 真的喔 是不是 你要看人 要找人 有信譽的商家 你不要管說的沒錯 是 要見人不要見東西 但是還是很恭喜三千元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未知 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 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 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 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